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17日 星期日 這一節又要 跟大家說說美國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這個Facebook Twitter 刪除了特朗普 總統的帳號 但是現在 好像又說恢復了 我們剛才就 踢進去 按特朗普 戶口是看到的 之前是不是完全看不到呢 我不肯定 因為之前我沒有按 現在他只是到6日 只是update到6日或7日 現在最update的情況 是update到7日 但是 1月7日之後 就沒有再update了 1月7日 凌晨4點多的時候 最後update 現在特朗普 Facebook就有3300萬人 讚好 另外有3540多萬人追蹤 追蹤人數是多於讚好的 即是有 200萬左右 有 167萬人追蹤 追蹤就不讚好的 可能是趁家 現在 他那個 特朗普的 賬號就寫了政治候選人 不是任何的總統 本身就好像被Facebook撕柴一樣 但是 之後沒有再update 估計其實這個賬號是未恢復的 只是大家公眾可以search 以往我們試過被人刪Page 因為我們是一個專家來的 我們是被刪Page的專家 我們總共升旗易得道 加上以前炮打司令部 有7個專頁被Facebook刪了 另外我自己以往 因為參與社運的關係 我也是曾經管理過三四十個Facebook的Page 現在大部分人都沒有理會 因為太忙了 這些Page有一個特色 如果是被人封鎖帳號 大家其實搜尋不了 是找不到的 現在 特朗普這個帳號也找得到的話 即是說 他這個 恢復在公眾的視線 但是不會主動提醒你 他有些甚麼 意味著是甚麼呢 意味著其實也是類似解封 不過 Facebook就否認了 出來否認了說他解封 跟大家 說一說這段新聞 以及分析一下這件事的始末 究竟他們是被迫 還是有甚麼陰謀 或者有甚麼內情 說之前記得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現在有人就說 現在是不是科技巨頭 罷免特朗普總統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所以 放回他們的這個 Facebook 是不是 這個 特朗普總統上面那個總統名額 名頭已經被人背了 這次 算是這樣 因為他說已經放回給他 但是 其實特朗普也沒有辦法更新的 我認為他現在暫時未能 發言 跟我們被人bank account一樣 不可以 不可以出聲 不可以出post 這個 雜道器專家 是一個YouTube頻道來的 他在1月15日報導稱 Facebook 已經把特朗普總統 歸 Facebook以及即時的 電報 帳戶 即是Twitter 威懷了 但是 這個面書就被剝奪了 總統的稱號 成為了一個政治候選人 當時因為1月6日有一些抗議者 衝進國會大廈 科技巨頭 就把所有的一切責任推到特朗普身上 在上星期集體決定 罷免美國總統 他們說 特朗普對總統結果的挑戰很危險 說他是一個煽動暴力的人 所以 要對這個左翼組織衝擊國會大廈負責任 所以大家都知道 衝擊 這班人 衝擊其實就是在特朗普 華盛頓講話之前就已經開始了 意味著他們 可能也是一個無憾 甚至乎是一個設計陷害 大家都知道 現在越來越多發現他們 當日衝進國會的人 原來有很多都是屬於Antifa 克明貴組織的頭目 他們進去是搞事的 這次 放回特朗普 Facebook 放寬出來 究竟是甚麼呢 究竟 受了全世界的壓力 要放出來還是甚麼呢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這次 已經驚動了這個世界 尤其是歐洲 大家都知道歐洲 畢竟有7億人口 而且印度有13億人口 歐洲和印度加起來已經有20億 印度對於Facebook 的不滿 其實已經是由來已久了 這次再加上Youtube事件 印度現在已經開始要告Youtube 這個 要控告WhatsApp 因為WhatsApp的沒有公司就是Facebook 如果印度要執意 用國家安全的理由來移動Facebook和WhatsApp 我想他也很難招架 再加上歐洲有7億人口 而歐洲這次是看得很清楚 社交媒體 在總統選舉發揮了一個異常 的一個 積極性 他們甚至乎參與助選 參與抹黑 參與封殺 封殺候選人 封殺 拜登的壞消息 封殺特朗普的好消息 然後單方面抹黑 到最後 把特朗普禁言 這樣的情況 如果在歐洲上演 我想每一個政客都沒有辦法接受 每一個政治組織 所以你想想 法國由極左的梅朗洪 到極右的馬林立旁 都出來反對 當然中間的馬克龍當然反對 馬克爾也反對 歐洲可以說左中右陣營 都是同聲譴責 任何陣營都一起出來譴責 意味著 將來Facebook Twitter 這些社交巨企 很大機會在歐洲遇到一個 很強力的挑戰 甚至乎 歐洲的政府 會向他們開刀 所以 在這個國際的壓力之下 Facebook 可能 鬆了一口氣 覺得特朗普已經沒有威脅了 所以就放回他的帳戶 但是這個帳戶 其實還未能夠發言 我現在看下去 但是他已經比之前好了 因為之前是搜尋不了 搜尋不了 找不到這個 cannot find the page 找不到這個專頁 以前我們也是 以前我們被人禁閒的時候 是禁閒的時候 不是關閒的 禁閒的時候 如果大家一星期熱得到 可以搜尋到我們的帳戶 但是看不到我們發言 我們也發不了 言 我們也沒有辦法公佈 到了後期他放寬 我們可以發言 但是沒有人看到我們 因為我們 即是所有就算訂閱了我們的人 他的 Notification 也不會通知大家 即是不會通知大家 我們有新的發言 你們來看 不會 這是另一種 這個比較輕微的 再輕微的就是慢慢慢慢慢慢你會重新 我們之前試過 叫大家進來重新 多點留言 多點like 和share 那麼就重新 那麼特朗普這個可不可以做呢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始終 生殺大權在Facebook手上 但是面對這個國際的壓力 我相信他們是有一點點退态 不敢去到那麼強硬 要強行 取消特朗普的帳號 Twitter也是 大家也知道 特朗普主力玩Twitter 但Facebook很少玩 Twitter 有8800萬個 Follower 我想Twitter 佔了他一個很大的比重 如果他要強行刪除這個客戶 他意味著流失一個大量的客戶 如果是 在外國的海外追隨者 或是特朗普追隨者 可能有過億人 他是不是可以 承擔起這個那麼嚴重的後果呢 這個從經濟方面 從政治方面也是 因為 大家知道 在今次 激起這個民憤之後 巴西總統出聲 這個 墨西哥也出聲 印度也有機會搞Facebook 面對政治壓力 他們可能會作出妥協 另一方面我們再想 就是拜登 他是不是已經 覺得 時機成熟 已經把他鬥低了 所以現在 可以放出來 即使 你現在不讓你留言 但是你的Page 慢慢給你 鬆一口氣 讓你可以看得到 之後 就等你20日後才被他發言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最大的 看到Facebook這種 骯髒的手段 或者Twitter這種手段 其實真的是十分骯髒的 我們一直跟他對抗了很多年 我們給他封Page的經驗 我認為是豐富的特朗普很多 因為我們都封了七個 經常長期被人禁言 因為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Facebook會經常被禁言 一個月一年被禁言 一個月一年被禁言 即是六七個月 原因就是我是擔任很多Page 那些Page一出事 我全部都要負責 變成我的 戶口就是一個黑名單 不過這個也一世成為過去了 因為 在這個北九的將來 我們是會 正式 不玩Facebook 我們就把我們的升旗易得道 平台轉過來 VMe 所以 Facebook 我們就不玩了 今天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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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